逸川哥会这样子评论是有原因的 因为侯友宜感觉上 他说话也没说做气场 不过今天气场有做出来 不过平常的气场稍微是温和派的 那赵绍康比较有战斗力 而且他常常会帮媒体下标 对不对 说话都重点 而且据说 赵绍康说我要当副手可以啊 但是你要答应我 刚刚逸川哥有提前破梗了 他说要答应我什么 你要坚持九二共事 而且要赶快重启服貌谈判 还有呢 这件事情当时金浦充还特别来圆 但是呢 他说义务义的这个期限呢 你要改回四个月的这个条件 叫侯友宜要来买单 如果说 对啊 那我请一个当我副手的人 可是这个副手比我还呛 比我还宣兵夺主 刚刚才是他的副手 这样子有帮到忙吗 不过因为看起来是要巩固基本盘嘛 虽然说刚刚讲 你就老人票 可是又找一个也是够老人票 好像没有什么扩张性 可是现在是不是先求有再求好 还好有啊 中必没有啊 对对 因为之前听说侯友宜 找到很多人 有人哭一个晚上 有人难过很久 终于找到赵绍康 愿意出来搭档 那有条件之说 我相信当然 因为赵绍康是个有原则的人嘛 你本身你告诉我 之前赵绍康认为 侯友宜对九二共事 是有怀疑的 所以一开始侯友宜出来 他并不是怎么看好这个候选人 可是后来因为提了嘛 因为提了怎么办 大家别忘了哦 赵绍康是想选总统的人哦 他想选总统哦 那现在看来是选总统 要辞董事长有点伤了 那至少我圆个梦 我选副总统 这个投降输一半嘛 至少我选了副总统 基本上其实选副总统 应该也还是要辞啊 对啊 辞职都没套路啊 你以为会赢吗 没有 先割制 选上再辞 但是因为法律规定 其实应该是要辞嘛 应该要辞 他先割制嘛 反正跟柯文哲过招以后 赖皮第一名嘛 只要能够赖皮就会赢 可是赵绍康有很多的想法 跟侯友宜不见得一样 不一样啊 对啊 我就讲嘛 兵役的政策 侯友宜到美国去怎么讲 要强化国防 对啊 难道强化国防 就是让兵当兵的时间越短嘛 对不对 难道保卫国家 是我们这些自愿意的事吗 是大家的事 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没钱没利 就跟我一样去当兵 不就是这样子吗 就是如此啊 大家保家卫国 是不分族群 不分阶级 不分贫富贵贱 大家都要保家卫国 所以你把这个兵役 变成四个月 好不容易变成一年 你要给他变回去 侯友宜你同意吗 你敢反对吗 侯友宜不敢反对 那当然 赵刚有很多的想法 他就是要把深蓝的票抓住 因为我一直在讲 侯友宜就不是蓝 你不要说深蓝 侯友宜不是蓝 侯友宜是绿的 真的侯友宜是绿的 我一直在讲 这一次出来选举 是三个绿的在选举 戴清德 柯文哲莫绿 侯友宜潜绿 柯文哲说他莫绿 他早就不是莫绿 两岸一家亲的莫绿 对 这次就是三个绿营的在选举 侯友宜就阿扁的爱将 对 侯友宜本来就是 侯友宜 好了 我算你浅绿好不好 够意思吧 算你浅绿 侯友宜就是绿的 那必须要找出一个深蓝的 来帮他 谁 赵朝康 赵朝康蓝透了 蓝翻了 蓝得非常努力 我告诉你 我投赵朝康 我投过他一次 台北市长那一次 我当年方林26 我当年方林26 方林国中生 对 我投过他一次26岁 那时候他真的是气势无红 然后就不见了 这个就不见了 就是不断地骂李登辉 不断地修理国民党 现在跳进来 变成要帮国民党 选副总统的人 然后总统是一个浅绿的 你不觉得很怪吗 你不觉得这次是错乱吗 不过昨天 我还是要帮侯友宜按个赞 侯友宜昨天突然间探长上身了 你知道吗 他突然问柯文哲 那个柯市长 柯主席 有个简讯 我不知道该不该提 公堂上偷看公文要挖眼 没有 我没有偷看公文 那你要割舌头 没有 到底是哪一封 那我念出来好了 那当时我觉得侯友宜是 看了台上面四个人 各位同僚 我该不该念啊 我该不该念 最后念出来了 对不对 念出来之后 那个郭台铭本来心里想 还好 跟我无关了 你们政党的纠纷 最后他中枪了 对啊 怎么会跟他无关 对 他很尴尬 超尴尬的 我的超级秘密 大家都想要知道 我到底要不要选到底 结果被你弄了 猴子公布了骗子的简讯 最后锅子受害 你说奇不奇怪 这三指一堂 对不对 猴子戳破了骗子 骗子打破了锅子 最后锅子拔麦走人 去喝咖啡 很奇怪 而且我告诉你 去喝咖啡的时候 还不是他自己要去的 是他的副手上来跟他讲 可以啦 他说你不选 可以啦 喝咖啡 喝咖啡 他才站起来 我上厕所 我统计学不及格 对 没有这样的 所以昨天那场 那场真的是超级闹剧 那不过 翻脸的关键是谁 翻脸的关键是国民党 国民党不要把这个翻脸的关键 丢给柯文哲 真的 翻脸的关键是国民党 真的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第一时间 郭台铭修理朱立伦 朱立伦超不爽 对 那郭台铭修理朱立伦刚好而已 郭台铭花了这么多钱 连署90万过关 他为了就是报这个仇 要报朱立伦 5月17号 那个所谓给他羞耻的这个仇 他就要报这个仇 所以朱立伦来讲话 当场他说 我是主人 我是主人 我花这么大场面 我要请候选人讲话 就不让朱立伦讲话 连他的黄世修发言人 都可以叫朱立伦闭嘴 你刚才不是说 让候选人先讲吗 主席你可以不要讲 报仇报得多舒服啊 所以郭台铭这个仇 忍在胸口 那个胸口的痛 忍了这么久 终于吐出来了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希望 柯文哲说 我们团结在一起 郭董愿意不选 就有柯文哲出来选 柯文哲不敢讲 柯文哲准备不敢讲 在那边 我告诉大家 我告诉大家要选最强的 要最强 这个我是最有逻辑的人 我喜欢数字 可是不要谈民调 你也少怎么了 他就一直抓 他就一直在抓 对 他就一直在抓 对 那表示没有自信 然后麦克风给他 就这样子 没什么好讲的 我就是我有逻辑 讲不出逻辑 你讲完了 不是舞台给你吗 还蛮短的 你至少应该讲 我柯文哲是最强的 柯侯配才会赢 不敢讲 不敢讲 侯友宜 那个郭台铭心想 你讲我退选 快讲我退选 他也不敢讲 最后侯友宜 对不对 探长上升 好啦 不要演了啦 我来讲 一讲 郭台铭心想 好啦 不管是好局 坏局 残局 至少成局了 因为破局了 破局就下台了 下台以后 大家你知道吗 柯文哲的想法是 我好像没有想选 真的 柯文哲昨天给我的感觉是 他不想选 他不想选 可是下面的黄参参 邓唐 然后突然间不想选了 下面的民众党就 好啦 他不是在逼的 你知道吗 我没有看过一个总统参选人 今天早上去登记的时候 那个脸是好像是到靶场 要去吃乳蛋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到拔场吃乳蛋以前的那种表情 你知道吗 最后一战 而且拔场吃乳蛋就是要被枪毙 对对对 要吃老人吗 没有味道 高粱酒好吗 高粱酒要不要 不要 真的好难看 所以我才说 然后国民党也很痛心 我今天早上遇到好多国民党朋友 他说糟了 完了 我说为什么完了 不会赢 我说怎么不会赢 邵邵刚跟他配 那没有 那主席就讲了 如果蓝白没有核就输定 他说那不会赢了 我们还选什么 我说那怎么办 没办法还是要去投票 我说那你们立委怎么办 立委现在都自己找人去了 自己去绕人了 所以未来找侯友宜 辅选的人 可能会比找赵邵康的人少 大家会找赵邵康 因为赵邵康会讲会说 合理 对 侯友宜去帮你辅选 万一又把你的简讯讲出来 怎么办 对不对 万一又讲你的简讯怎么办 柯文哲也会 柯文哲最喜欢 柯文哲可厉害 柯文哲连AIT都出卖 对 刚才AIT跟我讲 说问我说有没有中国来介入 我就跟他说 这个去问我的主任 我不回答 柯文哲 你还侮辱我们这群名嘴 说我们只有名嘴才会这样做 我们名嘴道义有道好不好 未经允许 我们不会把简讯在上面公布 而且你还是允许了侯友宜 人家不是没有允许 人家问过你 其实不是 也不能怪柯文哲 他不知道是哪一篇简讯 对 第一时间 可是他有说是今天早上 一般我们有习惯 我们说谎说多的人 谎很容易忘记 因为他传的很多篇 他不知道是哪一篇 所以那时候 黄珊珊赶快找到 上去给他 主席是这一篇 哇 是这篇喔 他就说了 就不符了 所以说柯文哲 就整个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所以我讲 昨天的闹剧 人家说是无言的结局 我告诉大家 不是无言的结局 是恶言的破局 这才是真正的目的 我看不见你了 中文字幕——YK